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鲜出炉的餐包还冒着热气 涂上一层用花生油和糖浆制作而成的糖油 刚刚还略带声色的餐包 立刻就焕化出金灿灿诱人的气息 两分钟后 这盘餐包就会出现在客人的餐桌上 这个包由焊熟到出来 大概七分钟时间 如果你掌握得不好 它冻了又不好吃 热了又烫嘴 你就一样东西好不好吃 是离不开厨师 它很用心去打造它每一个环节 餐包是西式面包和中式叉烧 绝妙的组合 也渗透着中山这座桥乡城市的味道 碳造茶 茶只是配卷 而款式数以百计的各色美食 才是真正的主卷 以前就比较国下的 碳包 茶色包 红枣 现在就比较多了 本种很丰富 甚至到龙虾 鲑鱼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做原材料 龙虾饮 鲑鱼饮 什么都有 虾饺是茶楼里最常见的点心 但却极其考验点心师傅的功力 陈巧宁非常善于制作这款 色香味形俱全的 象形白兔角 以橘黄的胡萝卜粒点睛 惹人恋爱的外表 包裹着无比的鲜美